我们今天来聊聊上市 你知道全球第一个上市的公司是哪个吗 来给你一秒钟时间思考 成立于1602年 我们历史课本上都学过大名鼎鼎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 从那之后上市这个概念就飞速发展 现在已经是金融市场上的标配了 不过大多数人 如果你不是搞金融的或者做投资的 上市也就是听个热闹 反正在我还对上市一知半解的时候 经常听到新闻的 那是满脑子的问号 你说公司到底为什么要上市 还有一些大公司像华为 他们偏偏就选择不上市 都跑去美国上市到底是为啥 而且最近又来了很多新的概念 什么spec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 不过小林现在已经不是原来 那个萌萌懂懂的小林了 怎么说也见过一些市面 今天我们就来把这这么多的问号都穿起来 也结合着我看到的一些案例和花边新闻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上市 你必须要知道的那些事 上市啊 上市啊顾名思义就是上到市场上 就是原来一个不公开的公司 把这新股发行到一个交易所 这样大家就可以在市场上公开进行买卖 好 那个公司为什么要上市 它上市到底好在哪呢 大家可能张口就来 圈钱套现 你别说说的还真没错 这确实是上市最主要的两大好处 圈钱啊 这词听起来好像不那么好听 我们用比较中性或者比较专业的话说呢 就叫融资上市说到底是融资的一种途径 也是很多大公司上市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好 那在公开市场上去发行新股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小林奶茶店要上市了 上市之前我小林是百分之百控股的 大股东啊极端一点 这时候假设公司值100个亿 然后小林要上市了 我想比如说我稀释50%的股份吧 我再发行一亿新股 一股100块钱 那假设你张三李四王大爷 想买小林奶茶店股份 那就可以买了一股100块 这样一亿新股 我就又融进来100亿 这时候的公司呢 它价值200亿 而我小林只占50%的股份了 同时公司账上又多了100亿 当然肯定不是为了圈钱啊 这钱要是要用到公司未来的发展上去呢 第二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套现 因为公司没上市之前呢 它的创始团队啊 早期的投资人手里都是有这公司股份的 假设我想拿这个股份去变现 比如说我小林啊 100%的小林奶茶店的股份 我想找一个接盘的人变现 这其实在没上市的时候是很困难的 我当然也可以找人卖 但是我要想找一个 愿意出个合理价钱买我股份的人 那就太难了 你说人家也不认识我 也不了解小林奶茶店 也不信任我 所以我可能打个五折 都不一定能卖得出去 它流动性很差 就造成了交易成本很高 公司上市就不一样了 我的交易成本就变低了 换句话说就是 我更容易把我的股票换成钱了 也就是更容易套现了 所以刚刚我们说的第一个好处 不管你叫融资还是圈钱 它其实是对公司而言的 而我们说套现这个好处 是对早期的创始人 或者早期的股东而言的 你说这个早期团队持股 还是很厉害的 尤其是近20年 互联网发展迅猛 我们经常听说身边 哪个程序员朋友 开始加入了一个互联网公司 早期团队 然后发展迅猛 之后就财务自由了 比如之前有个新闻报出来 有28岁的小伙 字节跳动一个程序员叫郭宇 他是1415年 就还比较早期的时候加入的 那时候字节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现金 就给了差不多50万的期权 结果没想到 这五六年间 估值愣是翻了有200倍 你可以算这个郭宇 现在有多少钱 结果这小伙 28岁的时候 在朋友圈高调 直接宣布退休了 当然套现也是需要有一定节制的 因为你想这股票 万一一上市打刷刷卖 那股票岂不是就哗哗跌下去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一般早期的这些投资人 在上市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叫做lock up period 就是这部分期间 你这股票是不能卖的 一般在几个月到两年不等 并且这个公司的大股东 他的持股信息 都是对外公开的 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 也都会受到外界格外的关注 因为这反映了 你对公司之后 未来发展的一个信心指数 创始团队如果要抛售股票 还是需要非常谨慎的 因为有可能会引起外界的恐慌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公告或者新闻说 哪个公司大股东 开始抛售股票了 你就看论坛里 都是一片马上 好 说大股东 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 前两天 Elon Musk他想卖Tesla的股票 但是你想 整个Tesla的市值 很大程度上 都是建立在Elon Musk 这个人身上的 如果他自己想卖 就说明 你是不是对Tesla没有信心 假设我是个Tesla的股东 我持有股票 你说我慌不慌 Elon Musk 真的是玩转社交媒体 我卖 我不直接卖 我现在Twitter上 发起一个投票 问问大家到底 愿不愿意让我卖 这个措辞也是非常的讲究 他要是直接问 我要不要卖 那些Tesla原有的股东 偏偏跳出来把他骂死 人家非常会组织语言 Elon Musk就说 我现在打算卖掉 我10%的股票 来给美国政府交税 请问大家支持吗 自己还特意在底下留言说 不管结果怎样 我都会按照大家 支持的那个决定去操作 你看这个锅甩的 是不是真干净 明明是自己想套现 变成跟美国政府交税了 结果最后 有300多万人 参与了这个投票 57%都支持他卖掉 那Elon Musk 对吧 你们让我卖 那我就大大方方的卖掉了 甭管这花玩的再漂亮 这股票毕竟得是一卖 Twitter结果一出 股票周一就直接跌了6% 然后又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跌了20% 相当于2000多亿美金市值 瞬间就挥发了 这个套现可能扯了点多 我们回来 接着说上市到底有哪些好处 其实除了融资和套现 我个人认为还有以下两大优点 一个就是名声 说白了就是听着好听 你可别觉得这没啥 这其实对于公司 是有巨大价值的 尤其是那种 面对消费者的2C的公司 上市这个词 你听着就感觉 有一点光环效应 对吧 就感觉是一个大公司 非常有信誉度 有的时候消费者 在选择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一看也不知道是啥 对吧 一看这公司是个上市公司 那肯定是个大公司 不会骗我 那就买吧 而且上市 不光对于企业来讲 有这个光环效应 其实对人也一样 你要一说是哪个上市公司高管 那我就觉得 这个人挺厉害 就比如你哪天 给你朋友介绍说 这个是小林 小林奶茶店 上市公司的CEO 那你朋友肯定说 好上市公司 厉害厉害 林总林总 上市的最后一个好处呢 其实我们平时听到的也不多 或者作为普通股民 可能也不太清楚 但是它对公司来讲 是确确实实非常有价值的 这就是降低再融资的成本 再融资就是说 一个公司它要发展 不是说上市融一下就完了的 它后面是要持续不断的融资 来资金周转的 所以它之后还是会 去向银行贷款 或者是在二级市场上 再发股或者发债 那如果已经是一个上市公司呢 它从成熟度 信誉度 信息披露 各方面 其实都是给它一个背书 那它借债的成本 就会大大降低 比如说小林奶茶店 要找银行借钱 银行一看 小林奶茶店 上市公司 借给你便宜来了 再比如说像 JP Morgan 沃尔玛 这种信用评级 非常好的大公司 他们借债 就跟美国国债利率都差不多 那十年期还不到2% 你说便宜不便宜 刚我们说到上市公司 毫无疑问 那是好处多多 钱来了 有名了 早期团队可以套现了 之后借钱还便宜了 但是呢 也有很多大公司 他们偏偏选择不上市 就比如说 像之前我们讲过的 Dyson 像华为也选择不上市 你说他们傻吗 为什么不上市 说明这中间 肯定是有成本的 其实成本这块呢 我们不站在公司的角度 平时听说的也不多 所以今天咱来 一个一个简单说一说 首先呢 对于公司 或者说创始团队来讲 一个非常大的成本 就是股权被稀释了 就比如说 你当我们小李奶茶店 上市之前 我是百分之百控股的 想干嘛就干嘛 对吧 但上市之后呢 你张三李四王大爷 都成为我的股东 之后我想再有点 什么发展策略 我就得看看你们的意见 听听你们的脸色 那就没法实现 完全的自主权了 更有甚者啊 不光是我在发展决策上 没有自主权了 甚至都可能会被踢出公司 像之前我们讲 Lululemon 那个创始人 薯片哥 他就公司上市之后 公开市场上 那资本来来回回一运作 他没有那么发言权了 投票被投出去了 所以你看 Dyson的创始人 他为什么不上市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不想吸食股权 不想失去 对公司的控制权 另外啊 这公司要上市 它有很多信息 都是要披露的 因为上市之后 你有很多大众的投资人 所以为了保障 大众投资人 他的投资安全 公司的财务信息 是要完完全全公开的 每个季度有季报 每年有年报 这里边还得写清楚 公司未来的展望 发展策略等等等等 但你想大多数情况下 公司是不太希望 把自己信息都全盘拖出 这不就是你把自己家底 全都告诉人家了 对吧 因为里边可能涉及 你的发展规划 商业策略什么的 但是你要不写吧 人家就觉得 你没有规划 你不行 那股价就哗哗哗往下跌 所以上市公司 就要面临着这些权衡取舍 就比如说华为 我们经常说 华为那么大公司 为什么不上市 你看上市要透露信息 那涉及到商业机密 这肯定不好 当然还有一些 它股权结构啊 不符合上市条件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 不过信息披露 也不一定百分之百 就是坏事 有这么个挺有意思的事 之前问刘强东说 京东为什么上市 刘强东说 我就是为了披露信息 你说啊 那啥披露信息呢 刘强东就给你解释 因为当时 网上的谣言非常多 动不动就传闻说 京东资金链要断裂了 你想京东 它有那么多的供货商 资金链一旦要是断裂 供货商就拿不到钱 那所以这种谣言 就会让供货商非常恐慌 刘强东就想了 一方面我要出去辟谣吧 肯定有那种 抬杠式评论的人就说 你肯定是要资金链断裂了 要不你出来 此地无人三百两干嘛 那我要是不辟谣吧 这边供货商寝食难安 睡不好觉 我里外不是人 那我还不上市得了 我把我的报表 大大方方一公开 你们看吧 那摇棉就不攻自破 所以用刘强东的话说 京东上市 就是为了公开财务信息 好让供货商能睡得安稳 好 除了股权稀释 和要披露信息 上市还有很多直接的成本 最直接的就是 时间和金钱的成本 比如说时间上 一般在美国上市 要一年到一年半 国内上市可能一两年 长的都要三四年 这可是个大工程 你看有的时候 很多公司说 我们明年整个的发展规划 就是要准备上市 你就知道这个工程量 是巨大的了 另外花销方面 上市一般要找一个投行 投行先来收你几个点 比如说小铃奶茶店 要融一百亿 那投行先就拿走一两亿 然后我还要找律师 找会计师 做整个的准备工作 这又是几个million就进去了 所以你账上没有个几千万 这事根本就办不了 另外上市要求 也是非常严格的 不是说你花了这些时间 花了这些钱 你就一定能上去 还有上不去的风险 一般上市挂牌的时候 都会对公司的盈利业绩 是有要求的 就比如说纳斯达克 要么是现金流 要么是资产 要么是收入方面的要求 当然它这里边 要求会特别的细了 我就不仔细说了 那A股就更严格了 它对你的盈利的要求 说白了你上市的时候 你就得赚钱 这也是很多互联网公司 为什么不在A股上市 因为你想互联网公司 一开始就大量融资 大量烧钱 去积累用户 积累流量 包括美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 他们在上市的时候 几乎没有一家是盈利的 当然盈利要求 只是其中之一 那我们就稍微说一说 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巨头 都要跑到美国和香港上市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上市时间 因为美国上市 一般叫注册制 国内叫核准制 之前叫核准制 现在一点点板块开放 往注册制去转化 注册制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公司准备好材料 交到证监会 证监会对材料金审批 材料OK 你就可以注册上市了 但是核准制就不一样了 证监会先审你的材料 你材料OK了对吧 我再要查你的公司背景 看看你到底行不行 那这个时间就会更长了 那你能不能上 就证监会说了算 公司就只能等着 你想早期这些互联网公司 都拿着机构投资者的钱 那些投资子 早想把钱拿回来 谁愿意在那等个三四年 而且这些互联网公司 他们会引入海外的投资人 或者是美元基金 那你要想在A股上市 你这个成分就有问题 对吧 所以这众多的原因 就造成了很多互联网的巨头 都跑去香港 美国海外上市 好我们回过头来说 上市的成本 其实它不光是在 上市的这个环节上有成本 之后维护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因为刚我们说 你上市之后要披露信息 对吧 这季报年报 你想想这些带来的是 那些成本 首先这些材料 你都得准备对吧 而且上市公司 我不光是说公司 自己准备一个财报 说我就是这么地儿了 但还得有一个审计公司 像是审核 说比如小林奶茶店 审计公司审完了 说财报没问题 它确实是像 它说的这么优秀 得 那你这审计的成本 就得加上 另外我财报要发出去 对吧 我得开始组织各种 什么发布会 公开这些信息 同时呢 我这发出去 大家大众媒体 包括华尔街的分析员 他们就会有问题 那我作为上市公司 我就得来解答这些问题 相应的 就得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 来负责安排 整个的流程和解答 和维护这些关系 一般在公司里头 就叫做IR部门 就是投资者关系 investor relations 得 你这后期维护成本 通通都得加进去 刚刚我们说的这些 还都是一些显而易见 上市它其实还有着 一个非常大的隐性成本 这个也是我们平时 不怎么说的 那就是公司 它会受到华尔街的牵制 和短期利益的绑架 因为你想上市公司的股价 是非常看它的发展速度 所以我不能有一期增速放缓 我不能有一期利润减少 像我们之前讲过Netflix 2013年的时候 因为增速减慢 股价直接暴跌70% 公司的管理层 它就有激励 去把每一期的报表 都做得非常好看 来迎合大众 防止股票的下跌 像本来一个公司 它的发展 应该是以一个长期 长远为目标的 但是一旦上市之后 因为受到了这些财报 受到华尔街 受到大众股价影响的绑架 那我就会更加注重短期利益 这其实就是对公司 长期发展的一个成本 而且大多数公司的高管层 他们的薪酬激励 都是直接跟股价挂钩的 比如说你看这张图 这是去年在美国 收入最高的一些CEO 他们的收入 你看这里头 Elon Musk一枝独秀 就是因为去年 TESLA的股价表现得非常好 直接67亿美金 和别人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那你想一个公司 怎么能给CEO这么高的工资 这也太夸张了吧 其实这背后 是因为他跟公司有一些协议 当然还有Elon Musk 怎么就在这两年 财富一下翻了10倍 变成世界首富了 一下超过贝索斯那么多 这背后虽然很复杂 但是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感兴趣 可以对视频有所表示 我们之后单开一期聊一聊 扯远了我们说回来 所以管理层 就会更加注重公司的短期表现 被短期利益所绑架 一旦短期利益要是做不出来了 甚至会出现一些造假未造骗局 这种的情况 像我们之前讲的安然 它一开始 也就是为了把业绩做得好看一点 给报表做了那么小小的调整 一步一步跌入深渊 玩呲了 结果这雷也爆出来了 当然这是爆出来的 你想那些没爆出来的 修修补补的 肯定也是多了去了 另外上市公司 它还得去迎合华尔街 跟华尔街搞好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讲大众投资人 他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很少有人说 我去仔细研究一个公司的财报 发展策略 去做一个精妙的分析 大多数情况下 我就是听听新闻 对吧 看看华尔街分析师 或者一些券商分析员的分析 华尔街如果对你评级不好 直接的你会看到股价会下跌 但长期其实它有更深远的影响 就比如说你股价开始下跌了 大众也会对你的预期开始下降 之后你的信誉 你的借债成本都会增高 那要是一接不着钱了 资金链就有可能断裂 这对公司来讲是影响重大的 所以为什么公司会花大力气 去跟华尔街搞好关系 这些成本和风险 那一旦一个公司决定了 说我要上市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IPO 叫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就首次公开 把自己股票发行出去 但是IPO就像我们说 成本也非常高 所以很多公司呢 它不愿意花那么多成本 不愿意等那么长时间 所以现在又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你也可以上市 就比如有一种方法 叫做Direct Listing 直接上市 翻译稍微有点愚蠢 不过听个意思 它就是说我不需要找投行 在中间帮我去运作 帮我去找投资人 我直接把我公司的股票 就放到公开市场上市教育 就比如说小链奶茶店 我不发新股 我也不融资 我就把我小链百分之百的股票 放上去 大家想买 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市 进行买卖了 所以想要走Direct Listing 这个渠道上市的公司呢 一般是要在大众 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就是我公司一发行 大家就知道这是个啥 大家想买的就都可以来买 就比如说Spotify Slack Coinbase 都走的这个方法上市的 还有另一种呢 叫做借格上市 这个是不是大家都听说过 它其实的意思 就是说一家私有公司 它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 因为这个和我们平时 印象中就感觉 一个上市公司大公司 收购一个私有公司小公司 正好反过来的 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 反向收购 这么一来呢 这个私有公司 就可以把自己的业务 装到那个上市公司去了 所以变相呢 就把这个私有公司也上市了 就比如说小链奶茶店 想上市 我先是个私有公司 我看见正好现在 上市公司里头 有一个叫做老王包子铺 它发展也不怎么好 它眼看就快不行了 那我小链奶茶 就把它一收购 把我这业务装进去 我们俩弄成一个什么 小链老王早餐铺 那我小链奶茶店 不就上市了吗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2020年特别火爆的 一个叫做Spec的概念 它呢有点类似于 借壳上市 但区别呢 在于那个私有公司 想找一个上市公司 来合并了 但这个上市公司呢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司 它就是一个壳 因为Spec就叫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 它里边没有业务 它就是个空壳 就是市场上有一些投资大佬 或者是非常有名望的人 他们呢就可以 自己建一些空壳 因为市场的很多人 对他们是有信任的 所以他们就会买 这个空壳的股票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小链奶茶店 这种私有公司来讲 我要跟这个壳合并 我就不用走IPO 整个那个特别复杂的程序了 省去了很多的时间 和金钱成本 对于这些Spec的 股票持有人来讲呢 如果我能找到一个 像小链奶茶店 这么优质的项目 那合并之后的股价 就会往上走 那对这些持股人来讲 也是非常好的收益 和IPO的方式去审核相比 Spec这边的流程会松很多 这两年呢 也确实出现了一些 关于Spec的诉讼 所以其实也是风险很大的 比如说像贾跃亭的 法拉第未来 Nicola都是走的Spec上市 好 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 说了上市的诸多好处 和上市的成本 还有上市常见的一些方法 小伙伴们 可能脑子里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果你想了解 哪个方面想了解更多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评论 我们之后也可以 再单开讲一讲 或者找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就 拜拜